侧面瘦长三角形的房子 就像一块薄片小蛋糕 这是台中乌日知名的纸片屋 仔细看窗户玻璃已经拆掉 人去楼空 一楼的猪脚饭也已经贴出红字条 从中山路搬到了新兴路 因为这块土地已经被建商买走 预计近期要拆了 纸片屋要拆了附近民众都有 听说据了解纸片屋的入口 从侧面进入一层两户 租客居多 房租约三到四千元 面宽大腹地小 三角形的土地往上盖了五层楼 而收购的知名建商 从后面开始买地 一路往前推进到中山路 最后才把纸片屋给买下来 以行情价来算 每瓶约四十五到六十万元 建商为了基地的完整性 纸片屋的收购价据说相当惊人 每瓶破百万也不可能 那我们这个基地的正后方 又是那捷运站 建商可能就朝周遭的 那个旧建屋去做一个整合 那整合基地大概五百坪 他们应该是看中 这本身是脚地 双二十米的计划道路 那离高铁站也不会太远 屋日三铁共购 又紧离台七十四线 可衔接国道一号 国道三号交通力多 还有规划中的台中高铁娱乐构成 房市超热 而纸片屋离高铁站只有两公里 就算是机零型建屋 也是抢到班 没好计啦 建商很低调 部分土地尚未过户完成 整批交易也没有实登记录 不过这里是第三种住宅区用地 三十年老屋可围绕重建 开发强度较大 房众就猜测 外来可能会改住商混合大楼 知名地标纸片屋 也就正式走入历史了 东森新外马日盛 唐以诺 李明红 吴俊响 张声音在台中的采访报道